歌迷引颈期盼网络串联要闫亚伦滚回唱片圈 闫亚伦2011年发行首张专辑至今共四张音乐作品 一路以许多高收式电视剧爱上两个我,后菜鸟的灿烂时代党,成为新一代偶像剧小天王 近四年闫亚伦多透过社群软体发声,更专注投入戏剧拍摄 今年2月上当的电视剧《一路繁花》相送演技备受肯定,还被封国民备胎 但也让苦等的歌迷对亚伦喊话,开玩笑说要他滚回唱片圈 闫亚伦听见歌迷新声,13日直播手作巧克力要送给14日预购记者会的幸运歌迷 现场演唱同名新歌《最想去的地方》,最新EP《最想去的地方》预购短短半小时便冲破13000张 强势回归乐坛 13日直播手作巧克力,闫亚伦一边挑战快问快答,其中被问道兄为多少 闫亚伦还逗趣回答,我怕说了太多公司女同事会自卑 笑说希望接到兄赵代言,另外,被问道希望跟哪个艺人交换一日身份 闫亚伦立刻回,连又嘉原本想表示想体验当个孩子的爸是什么感觉 没想到竟说成,想当个爸的孩子 笑翻现场,被亏,难道现在不是吗 最想去的地方 闫亚伦,表示,谢谢歌迷多年的等待和支持 对于这么久没有发片,闫亚伦则认为,想要等到自己也相当满意 喜欢的作品,这次准备好了 从音乐曲风到自然的EP视觉,就是要给大家最真实大蛮孩一面的闫亚伦 后续也计划发行不同主题,曲风的EP,持续给歌迷更多的惊喜 闫亚伦回归歌手身份,EP最想去的地方主打陪伴戏情歌 由姚若龙、徐世珍、张俭军伟、香港新锐音乐人林嘉谦等情歌抢手曹刀 这也是闫亚伦在拍戏空档时,想念一路陪伴的歌迷、朋友和家人 因此推出以白色情人节为主题的EP最想去的地方 对于最想去的地方闫亚伦也提到 因为想起多年前爱唱歌的初衷 所以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有个舞台可以好好唱歌给大家听 闫亚伦最想去的地方 EP在3月14号白色情人节开始预购 3月30号正式发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